我到底是什麽人? 江丁秋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一个都宜族的所在 九三,我住民现在有十六族 八卜族也有十十族 还有,一九四九年前后 对一哪来台湾的华盛族 我哪有几年十族 有,自二三十年来,就来台湾的二十新娘 算算礼也有几年做 其实,住在台湾最多的 是三四百年来 对当初来台湾到台湾到在地面部做 说客义,或是说台义的这群人 说客义的这群人 应该去自称作客家人,或是客人 八十年的人,也是这样给他们称呼 所以,就没什么意义 我说台湾的这群人 让人的称呼,率是担有其事性的日渐 及以法的意涵 让台湾的人,不能接受 自己又没有一个寿司的名号 这是要如何是好 台湾,让人叫做万能技 第一,可乐义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 因为他们都担有其事的遗憾 第二,台湾义 我主持人就是这样说 又是担在台湾上面 最多人你说的话 和作台义 台湾义,绝对有的政党性 但是,说到族群的情报 就发生问题了 叫我们万能人,可乐人 同样,同样 其实,我们当然也不接受 若是叫做台湾人 这样,又很难跟 住在台湾的其他族群 来苦悲 因为台湾人这个书 已经有主母人同的复合 已经有主母人同的复合 不管跟台湾当作国家 或是地方 都有尽管的主持性 要改变 或是增加他的遗憾 都有相当的困难多 若是这样 我这段说台义 说台湾人的人 到底要叫做什么名 我是要怎么穿给自己 这段就需要好好来挽护一下 再来,好名是自己的管理 现在,我们就来挤头脑 让一个好听 各大多数人会接受的名 刷下去,接着叫 听听说 各大多数人来提供 这样,我们真正有一个下数的作名